我太太也是一開始都用溝通的 後來都用怒吼的 事做都把這樣 可是我覺得她的皮喔 她剛剛在怒吼的時候你在幹嘛 沒有 我就當作沒有聽見 我就會跟我女兒說這是妳的命 誰叫妳那麼依賴媽媽的照顧 妳最好自己承受 對啊 我剛剛跟她這麼講 妳要忍她生氣就表示說 一定很多事情她叫妳做妳沒有做到 為什麼她一直幫妳做 就表示妳一直接受她對妳的照顧 所以妳們兩個都活該 那妳為什麼不跟太太講說不要這麼吼 她講不通的 事實說是講不通的 事實說皮抓起來的時候是講不通的 沒辦法控制的 沒有辦法控制 她就是爆炸